今天这个时间段 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就是祭祀文化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 还有一个主题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祭祀祖先 还有呢 怎样祭祀祖先如理如法 所以说我们今天围着这个三个题目 跟大家分享这个专题 这个祭祀这个名词 大家可能听说的很多 但是现在真正重视起来 对这个祭祀文化真正了解的人越来越少 重视祭祀活动的也越来越少 这是我们中心有一句话 叫为往胜祭绝学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如果我们不再把 如理如法的祭祀文化传承下去的话 我们的下一代人 就断代了 就没有人真正懂得 为什么要祭祀了 怎么去祭祀才如法 才正确 所以我们有必要 在我们这一代人来梳理一下 关于祭祀文化 那么祭祀实际上是两件事 一件事是祭 一件事是祀 很多人把它当成一回事 实际上这是两回事 那祭祀的祭是什么 祭祀是供奉 供养 也就是你要奉献 你用这个美食 用茶水 用糕点 还有金银珠宝 那么等等名贵的一些生活用品 来奉献给天神 地神 还有人神 那这三个层次的神明 那这个叫祭 这个叫祭 所以是祭典 这个典是一种纪念 我们通过这个奉献 来表达我们真诚的一个怀念 真诚的一个报恩 那这是祭 祭祀的祭的真实的意思 四是什么呢 四是你祭了之后 这些被你祭祀的对象 对你的一个反馈 就是你通过祭祀 你祭祀天神 祭祀地神 祭祀 祭祀 人鬼 人神 那么这个层次 那么他们通过这个祭祀 你真诚的祭神 如神在之后 他们怎么帮到你 他要帮你做什么 说这是四 大家知道祭祀的祭 旁边是一个自己的祭 封口 不封口是自己的祭 封口呢 它就是一个祭祀的祭 所以是这个四字怎么写的 四字是这样写 要封口 但这个四字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是讲的时间的一个概念 那么在每一天的四十 子丑银毛 尘四 五位 那么四在五之前 大概相当于北京时间的九点 到十一点这个时间 那这个时间 这个天地之间 自然界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那就会出现一个 阴的阴气 已经完全地收藏 而阳气 开始出来的这么一个时间 就是阴的藏住了 阳的出来了 叫阴藏 阳出 那么大家都知道 阳的是代表吉祥的 阴的代表凶恶的 所以这个四 它是告诉我们 这个时间 这个空间 那么时空中出现了 阳的开始增长 阴的开始退掉 这是通过这个祭祀 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使自己的倒霉事啊 都不再显露出来了 都隐藏了 都退掉了 而好的事情啊 吉祥的事情啊 都越来越多地展现出来了 所以这是通过你祭 通过你真诚的奉献 真诚的施舍 然后达到的一个祭祀的一个效果 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通过祭祀祖先 那么祖先 那么他们加持你 然后帮助你 把那些不好的东西 给隐藏掉 使你的这个吉祥 好运连连地来 那么通过这个 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中国古代有句话叫 子孙以祭祀而不绝 就是你不要断子绝孙 你就要好好的去 做这个祭祀的这样的活动 正是因为你如理如法地去祭祀 所以你的后代子孙 才多子多孙 才圆满 才吉祥 子孙才不会断绝 所以大家要懂得 祭祀文化 实际上是我们传统 华祖根文化的一个核心文化 并不是一个完完 可有可无的文化 随着我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我们丢失了 这个祭祀文化的真实意义 那么对祭祀文化 不去如理如法地做 很多人参加一下 比方说我们清明节去扫一扫坟 到坟地去走一走 这就祭祀了 实际上这个差得远 那么 就像我们活着的人 你活着 你每天吃东西 还是 那个一年吃一次东西就够了 所以说你们就是都是神仙 我估计一年吃一次饭就行了 这是继神如神在 那你的列祖列宗 他们以一种特殊的形式 还存在这个时空中 说是你一年之中 只是在清明节到坟地上去祭祀一下 那等于说一年只给了他一次吃的东西 其他的时间都不再管了 说这是不如法的 不如理的祭祀 那么在中国传统 一年有四次大的祭祀日 一个就是清明 一个就是中元节 一个是重阳节 一个是冬至日 那么在这个四大祭祀日里面 传统的他有小祭 中祭大祭 就是你的祭祢的这个规模 有大祭七天 中祭五天 小祭三天 传统的他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讲究里面 这是根据你的家境 就是家庭状况来决定的 那么你们现在不要说小祭三天了 你们一天都不一天 能够一天去如法的祭祀 都做不到 所以是因为我们丢失了根 所以我们人变得轻浮 我们现在变得浮躁 整个社会变得浮躁 整个社会变得不安宁 整个人类变得活得不开心 活得不安宁 这是因为我们丢失了这样有根的祭祀文化 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我们这一代 要把这个祭祀文化疏离 整理之后如法地传承下去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座的重要的一个意义 一个宗旨 那么祭神如神在 是不是什么样的神都要祭呢 所以我们祭祀的这个对象 有三大类 一种是天神 一种是地神 一种是人神 也就是我们古代 特别重视天地人三才之说 那么天界有神在 地有神在 人神 我们有列祖列宗 在这个五十节以来 我们不要说太久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迹 第五人迹 或者叫第四人迹 从一万年前开始到今天 我们大量的人类 都离开了这个人世 活在另一个空间 因为我们的生命 大概平均也就一百年最长 短的时候还有几十年 寿命就结束的 所以我们从一万年前到现在 我们的往生先贤也好 我们的列祖列宗也好 那么他们现在还生活在 一个特殊的时间空间中 不是消亡 大家首先要明白这个 所以这是人神这个系列里面的 一个庞大的群体 那么随着无神论在全世界猖獗 那么导致了 我们现在的人类 不相信祖先神 不相信我们的列祖列宗 这个人神 他们还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存在 甚至把人神 只是简单地称为人鬼 就是我们讲到的人鬼 是指的守尸鬼 是指的守在尸体里面的 那个幽精之魂 但是幽精之魂 它是我们阴阳界的东西 所以它就本身有阴有阳 阴的这个地方 阴的这个部分它称为鬼 阳的这个部分它称为神 所以我们的祭祀文化 今天丢失了祖先神这个部分 而只记得有这个鬼这个部分 只是说躺在这个坟里面的 那一堆尸骨是鬼 而忽略了它这个幽精里面 还有一个羊这个部分 是处于神这个部分 大家有幸生活在南洋地区 生活在海外 所以传统的家庭中 很多还设了神主牌 所以这个传承来自哪里 这个传承就是把祖先神 安奉在自己的家中 那么通过自己 每天早晨跟晚上的时间 和祖先们进行沟通 那么并且这个方便自己祭祀 那么你通过神主牌 来请到的列祖列宗 不是鬼 记住 他是神 他是幽精那个部分的 羊的那个部分 他叫神主牌 叫神位 所以当然就是他的神的 那个部分的到来 所以家中鼓励大家设神主牌 那么不鼓励大家放骨灰翁 为什么不放骨灰翁啊 骨灰上的那个幽精 那个这个鬼这个部分 他是带阴的 是基因 基因我们人体是阳体 所以基因的东西在家里 对我们这个养体的生命体 就有极大的伤害 导致我们生多种的疾病 所以是从来没有人鼓励 把祖先的这个骨灰 或者尸体停放在家里的 都是埋在土里 入土为安 那么这个大家要明白 所以有些人家里不敢设神主牌 说太阴了 实际上你恰恰错了 他是你列祖列宗的 羊的那个部分 幽精中羊的部分 这个神 祖先神到了你家里 他不是祖先的阴鬼 跑到你家里去了 所以是我们有一些修正者 那么他有这个体验 他在自己的神主牌 这个前面拜拜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那个牌中涌出来 这个来加持自己 来补充自己体内能量的这个消耗 这个原理来自哪里 原理来自你身上的DNA 基因是来自两个方面的 也就是你的父亲跟母亲的 DNA的遗传 所以说你身上的DNA 有父母的DNA 父母身上又有他们的父亲 母亲的这个基因 那么这个叫量子纠缠 所以是那么通过这个量子纠缠 一代一代的传递到你这里来 输送给你的就是列祖列宗的 那个阳性的神我的力量 你们知道你们要神起来 你们要精神起来 然后你的事业才能兴旺 你的精神好 你的所有的事情都会行大运 都会旺起来 都会顺起来 你的精神萎靡不振的时候 那你就一切都糟糕 那你这个神来自哪里 其中一个很大的部分 实际上这个神我的展示 是你的列祖列宗 通过DNA 通过你的躯壳 展现在你这个时空中的 一种特殊的效应 所以是你敬奉 逢是孝道行的好的人 一定这一世大富大贵 这一生富贵吉祥 万事横通 所以是我们华族中 最重视的一个课题 就是孝道 孝道一个主要的方法 就是通过祭祀 就是在自己能够 方便的前提下 来和自己的列祖列宗 进行沟通 随着DNA科学的解密 我们今天也认知到 以前是传男不传女 只有男性才供奉 他的这个姓氏的列祖列宗 比方我姓张 那么我只在传统上 封建时代 只供奉张姓的列祖列宗 我母亲姓碧 连碧姓的都不可以 在张家里面进行供奉 那实际上这是什么 这是两千多年来的 一个封建思想的 南尊礼碑思想的一个体现 实际在人类史上 我们曾经经历了母系世祖社会 和父系世祖社会 这么两个世纪 在母系世祖社会 孩子们只认母亲 不认父亲 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所以那个时候是以女性为尊 男性为比 尊卑 男性的地位不入女性 后来随着我们从天然 自然的进食 到奴庚时代的演变 男人的这个体力占了优势 所以是这个时候 人类才进入了父系世祖社会 后来这个农耕社会 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已经进入了资本社会 不是你有体力就战胜 而是有智慧 有脑力 有资本 你就可以享受更多的资源的时代 所以现在女性也开始进入了这个社会中 去做工 去发挥自己的才干 所以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封建时代 已经不是奴庚时代 要强调男女平等 那尤其是在DNA学说的解密中 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基因 实际上一半是父亲 一半是母亲 那这个DNA中 它有着什么样的东西呢 它怎么样影响着我们的事业的顺利 和家庭的幸福 和自己的财运的一个广进呢 财源的广进呢 大家看大屏幕 这个DNA的这个链条 实际上在这个链条中间 只有两种东西相见在其中 一种是光子 一种是黑子 黑子是被染污了的光子 也就是在光子的外表 有一层液力包裹着这个光子 说光子它可以放光 可以变成我们的生命能 为我们的生命光彩 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光彩 黑子呢 因为它障碍光 吃掉光 所以是变成 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毁暗 变得倒霉 变得什么都不顺 变成我们的业障 那这个黑子从哪里来 这是老子 在他的这个经典中 揭示了这个黑子的来历 他叫何大愿必有余愿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黑子 是别人对你的怨恨的一股气 这股怨恨的气 那么通过你的肉体 吸收到你的细胞 通过细胞的吸收 再转换到你的DNA中 去储存 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就是说这种怨恨的力量 最后变成了黑子 被你的DNA全息地携带 你身上的DNA 不仅携带着你这一生 别人对你的怨恨 还携带着你父亲母亲 别人对你父亲母亲的怨恨 通过基因传达到你体内 还有你的列祖列宗 你父亲的父母 母亲的父母 别人对他们的怨恨 也就是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别人对他们的怨恨 也通过DNA全息 传达到你的体内 甚至夫妻之间 因为你们是一体的 是一个阴阳 与是一体的 男性为阳 女性为阴 所以你们之间 还彼此承受着 对方的DNA中的黑子业力 这是大家要知道 那么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病 事业上的不顺利 家庭的不幸福 你所有的不如意 不吉祥 实际上导弹者 都是这个黑子 这个黑子来自我们父亲父母的九族 来自母亲父母的九族 九族离我们现在是大概五百年 所以是这五百年对我们现在活着的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那如何将这个黑子从自己的体内清除到体外去 并且把这个浮着在光子外层的这股怨气黑气化掉 这就是我们人类为什么要修炼的根本原因 你只有通过修炼 使自己体内放出光 用这个光去度化那些怨恨那些怨气 然后使黑子黑气 然后使黑子黑气怨恨之气变成光明气 变成高性的气 然后你的DNA才能真正的光明 有了光明的DNA DNA中都是光子 那你才能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无量光 你变成无量光 你才是佛 变成无量光 你才是菩萨 这是现代科学为我们的修炼科学 解密了大量的事实真相 告诉了我们根源的所在 在于体内基因中的黑子的清除 尤其是我们从父母的基因中 继承下来 遗传到自己体内的 这大量黑子的清除 业力的释放 那不单是我们的肉体 携带了父母的DNA中的黑子 我们通过磷 我们人体是一个磷和肉的组合 你的肉体是父母给你的 你的灵不是今生的父母给你的 你的灵是过去生生世世无始节 轮回到今天的 也就是说你上一世的父母 并不是今生的父母 你的上一世 你在六道中的父母 是有另外的父母 那么你在你的灵上 当然也就承载着上一世父亲 母亲的九祖的业力 怨恨 所以说我们佛法中 又特别重视 对过去七世父母的 这个孝道的感恩 以及清理他们的基因 所以说我们经常提到过去七世之父母 那么今生是第八世 那么过去七世的父母都有他们的九族 而这样连接下来 那么你的灵 把过去世父母身上的那种业力 通过你的灵带来 通过你的藏食 通过你的第八阿雷耶食 也带到了今生的这个躯壳中 所以你的躯壳是灵和肉的 业力的一个总成 善利的总成 你今生福报大 你是善利很多 善业很多 你今生坎坷 是你的恶业很多 不单今生的是过去七世的业力 以及今生你的父亲母亲 遗传给你的祖先的业力 这是我们真正的祭祀文化 是从根部认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强调集神入神在 我们记自己的人祖 祖先都是神 那么请他们来和我们一起的修炼 然后在修炼中 他们也觉醒过来 把他们的这个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释放掉 那和你一体修真 把过去七世父母的列祖列宗 也请到今天的时空场中来 跟你一起修炼 那么使大量的这个黑子得以释放 那么得以光化 那么这样才能使你的身体越来越光明 人越来越光鲜 事业才越来越顺利 所以这是祭祀文化的根部的核心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有子孙后代 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这一生如果没有成就 没有成人 没有一生成佛 那你一定要留下儿女 为什么要留下儿女 是因为你没有成功 你将来你的子孙中有一个人成功 一人得到九足飞升 就是哪怕九代之后 你子孙中有一个成功了 那你都可以直接的从三恶道中超出 甚至是去极乐世界 甚至是你也觉醒了 和你的那个第九代孙 然后一起成佛了 这就是我们要延续香火 他在我生的真实原因 否则我们断了子 绝了孙 然后我们就没有后人 能够成佛 然后我们没有成佛 那你就堕在成了孤魂野鬼 堕在这个没人管的这个空间中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为什么我们要尽孝 通过孝 祭祀 祭祀的好 子孙 以祭祀不绝 所以大家了解我的人知道 我第二段婚姻 现在又增加了四个孩子 最小的今年才两岁多 那么什么原因 就是我这个第二段婚姻结婚之后 我带着我现在的太太 去了我爷爷的坟上 去祭祷 祭祀我的爷爷奶奶 也带到了这个外公外婆的这个坟上 去祭祀他们二老 因为他们对我都是有恩的 所以是那么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所以结果是回来之后 太太就怀孕 那接二连三的生下四个孩子 所以是把我父母乐坏了 本来我们在中国当时只能有独生子 只有一个孩子 所以后来在新加坡又生了四个孩子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因为你孝顺 你从新加坡好不容易回一趟中国 你别的事情没做 你特意跑到祖坟上去了一趟 特意跑到妈妈的这个 这个爸爸妈妈坟上去了一趟 外公外婆的坟地上去了一趟 那这个有神在 人在坐天在看 人在坐神在看 人在坐神在帮 所以是后来就多子多孙 那这个案例告诉大家什么东西 你要相信 这个子孙以祭祀不绝这句话 是一个要诀 是个口诀 不要以为只是古人说着玩的 这大家要重视 那么人在说了 我这一辈子也没结婚 也没有生成孩子 那我咋办 就是你自己好好修炼成神仙 从你这一代就没有下一代了 因为不需要了 你成佛了 所以这成佛容易吗 不容易 为什么 你现在在你面前是一座座山 这每一座山都是上代 或者是你上一辈子的列祖列宗 留下的业寨 我们怎么清干净 一座一座的大山 一座山已经够你搬一辈子了 还有那么一多的一座一座 又一座一座的山 你怎么三连着山怎么去搬 所以是有一些跟我去过东北 这个温哥华 去加拿大 这个洛基山外的人 我曾经给他们演示过 见证过 那么在洛基山 那个海拔三千多米的 那个龙头所在的山上 我们找到呢 那个整个大山的穴位 我们称之为地龙穴 龙穴 那找到龙穴的时候 它只是一块 比这个桌子大不多的 一块岩石 这么一个大小的一个穴场 那么我带大家在那练了一下 那后来这个穴场 它随着山脉的走势 完然到第二个穴场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大上 几乎五六十倍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穴场 也是岩石组成的 也就是说通过一轮的转换 一代 这是它的第二代 它已经变成一个小山包了 那这个小山包到了班府 再往下再走了一百多公里以后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 像我们五七芝麻山 那个山包那么大的一个小山 那么 但是还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再往下延绵到温格华 截穴场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松基山 一座这个海拔几百米 然后看不到边的一座大山 这就是它的穴场 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全息科学 也就是说 一点从源头的一点 一个点 那么到了几代过后 它就变成一座山 让我们深鲜地领悟了DNA在传播的 传代的这个过程中 延绵传代的这个过程中 一点业力会变成一座大山一样的业力 同样祖先如果在那个时候挤了一点扇 你今天享受的扇就是一座大山的扇 为什么有些人很缺德 他做什么都发财 他吃不完的东西 用不尽的东西 想不尽的扶 但是这个人很缺德 从来没做过一件好事 那他还那么享福 这个因果失去了 这个他的必然规律 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 是因为他祖先给他挤了一点扇 现在变成了一座大山一样的扇 他在享受着祖先的这个像大山一样的扇的福报 这是古代什么时间祭祀自己的祖先呢 这是大姓人 大户人家都在自己的村子里设自己的宗祠 比方说我姓张 那么我们是张家村 张家村他就设一个张姓祖先的一个祠堂 把这个张姓的 这个村子里的历代的祖先 从源头一代一代的辈分是什么 罗列在里面 那么找专人打扫 找专人祭祀 每天要上香火 要有蜡烛 点蜡烛 要有吃的 要有喝的 所以大姓大户 都是天天奉祀 天天祭祀 也就是刚才举例子 你们每天都要吃饭 一天还要吃三顿到五顿饭 结果你们只在清明节 给祖宗吃了一顿饭 把它占坏了 为什么又是鸡又是鱼又是肉 管你吃个够 但是一年就吃了这一顿 这剩的时间早把它忘了 是没有给他祭祀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现在 人类越来的越不顺 我们活得有钱的也不开心 没钱的也不开心 有社会地位的不开心 没有社会地位也不开心 实际上这个叫鬼神怨 鬼也怨恨你 神也怨恨你 六道众生也怨恨你 说我们怎么去让我们的鬼神 和我们相关的鬼神 不怨恨我们呢 如法祭祀 如法祭祀 那其中一个在人神这个方面 就是祭祀 如法如理的祭祀 自己的祖先神 而不是单纯的去坟地上 祭扫自己的祖先鬼 所以神主牌的设立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提供了一个大方便 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变 我们的儿子 我们的儿女 很多人不信这个了 你在家里上乡他烦 你弄一个牌 设在那他烦 很多人为了和乐家庭 就干脆算了 把神主牌也撤了 你们注意分析一下 逢是原来设神主牌 后来把神主牌烧了 砸了的人 家庭都从那开始倒霉了 没一个不倒霉的 你们不信去调查一下 什么原因 之前你通过神主牌 跟列祖列宗 有一个通道在连接 他们释放出巨大的神力 在帮助着你们 你把这个连接的这个门关了 把这个牌位给烧了 砸了 毁了 他们到这儿没有通道了 那你就是绝了 你跟这个祖先的联络 这个祖先神就断了 这一断交以后 他们怎么去支持你啊 这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在社会上 在人生中顺利离不开 祖先神的相助 单凭你自己的力量的奋斗 差得远 这是我们如何恢复这个祭祀活动呢 我们现在家庭的房子已经很小了 很有限了 没地方设 我们也没有张姓祠堂了 李姓祠堂了 王姓祠堂了 怎么办 这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庙 有一些这个机构 有一些这个办这个丧葬的场所 有设神祖牌的 但是你们看 现在设了的神祖牌的大部分地方 允不允许商香啊 也没有香 也就绝了香火了 也不点灯 也不让你上蜡烛 也不让你烧金银纸了 现在 也不让你去陈列那些食物 去供奉了 那祖先要那个地方干什么 你告诉我 他待在那个地方干什么 也是照样挨饿 没吃的 没光明 什么都没有 这是我们在这个祭祀文化中 有一种方式叫陈列 陈列就是摆放 我在这个祠堂上 要摆放鲜花 鲜花是祖先看了怎么样 开心 我要摆这些金银 这些珠宝 富贵 让祖先享受他的这个贵气 享受金银珠宝的这个贵气 然后祖先富贵了 你就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连这个都不敢讲 祖先富贵了 你就怎么样 你就富贵了 为什么 这个叫量子纠缠 也就是说 你们是互动的 祖先那富贵了 你这就富贵了 祖先那穷了 你这就穷了 它这个是量子对的一个纠缠 现在叫量子纠缠 科学家告诉我们的 就是你身上有一个东西 是你祖先身上有的 祖先那高兴 你这就高兴 祖先不高兴 你就不高兴 换句话说 你这高兴 他那也高兴 你这不高兴 他那也不高兴 这个叫纠缠 缠个没完没了 你不要以为祖先都不在了 就跟你了事了 那个不是 它是纠缠 就缠个没完没了 缠个生生世世 谁让你身上有它的DNA了 有这个量子纠缠了 有这个DNA的对了 这个DNA的这个链条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 所以说 那这叫陈列 陈列什么呢 你要喝水 你给祖先敬杯茶 敬杯水 你要吃东西 你给祖先敬点茶饭 就是他吃的东西 吃的东西 人吃什么 鬼神就吃什么 所以说 你吃素的也能吃饱 他吃素的也能吃饱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 这个修道的道场 是供素斋 一样的 人吃饱了 没有肉的时候 照样可以有气力 无非是一个能量的转换 所以香 烛 烛是什么 点蜡烛给光明 不失光明过去了 那你知道晚上了 我们都点个灯 亮堂堂的 那他呢 是一片黑暗 为什么不给他光明呢 所以古代的香 主 香是什么 香是不失能量 我们的祖先在另一个空间 他吃东西 摆了一碗米饭给他 你不会看到那个米饭 呼呼呼的就没了 就空了 碗就空了 那你看到的那个米饭 还在 但是已经里面没有香气了 这是祖先的神来吃 吃什么 吃里面的香气 你摆水果 水果还在 水果没有原来那么甜了 为什么 香气没了 香气被祖先吃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他们是食香的 神是食香的 食香的 所以你要供香给他 所以每天要经常的 最好是24小时不断香 就是他随时来 都有随时有吃的 24小时不断供 所以没有条件摆这个米饭 摆这个摘饭 摘菜 那你可以摆一些饼干 摆一些点心 可以放好几天 不坏的这样的 那这个他们通过来了以后 有吃的 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我的一个老朋友 他那年已经八十多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他来到新加坡 他跟我焦虑了一个事情 有一天他在中午睡着觉 猛叉叉的睡着觉 咪咪灯灯的时候 他看到他一个老朋友来了 来了就跟他 他姓王 他说老王 你家有没有吃的 我饿得慌 然后这个王先生就说 有啊 那个在茶几底下有一桶饼干 所以对他们来讲 没有这种 这个障碍 你放在桶里 跟摆在桌上都一样 他没有障碍 他能吃得到 只要你许可 他就能吃得到 所以 他就 他就看到他去吃饼干了 吃完饼干 说我饱了 我走了 第二天又来了 连续来了好几天 然后最后有一天 他说好了 我不来了我要走了 我吃了你几天饼干啊 这个万分感谢 解了我这个饥饿之苦 然后我送你一点钱给你 所以是完了以后 他就放下了一些钱 他就走了 老王这个赶着门说 你不要 不要不要你这个 要你钱干什么 老朋友才吃了几块饼干 又要钱 他就追出门 结果他睡着觉呢 瞎瞎瞎瞎瞎瞎 因为中国 他就是中午有睡午觉的习惯 他就追出门去了 就瞎瞎瞎瞎追出门 追出门以后 一推开门一看 醒过来了 这一醒过来 看门边上 放了一堆黄纸 中国给死人呢 他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烧 一种是埋 就可以把这个弄土压 一种是撒 所以基斯文化里面 他除了陈列 烧 还有用土埋的方法 还有用水沉到海里的方法 沉到江河湖泊的方法 还有撒纸钱的方法 你们看 这个有一些电影 他出门 嗨一撒 这个在车上 啪往周围一撒 撒纸钱 这都是给另一个空间 用心意沟通 给他们使用的方法 他们可以得到 所以这老王这一看 门口两张铭币 死人用的钱 他一吓一跳 他说这个家伙怎么坏蛋 吃了我的饼干 还来救我 还给我铭币 然后他就觉得不对劲 就跑去 跟他的老朋友问 说这个人打去了 人家说 你才知道 他早都死了 死了好久了 原来他说 原来他死了 那就是他的魂过来了 他真的送了 纸钱给他了 这是大家要知道 这是个活生生的故事 也是活生生的案例 那说明了个什么 说明人过世之后 还有一个生命体的存在 他需要大家给他东西 他需要这些 这是我们给祖先 这个定期的送一些金银纸币 这个我们在新加坡叫金银纸 在我们这个中国叫图纸 叫黄图纸 目的是什么 那么你们现在手中的新币 你觉得那是钱吗 你们是不是觉得新币是钱 你们兜里有没有新币 你掏出来看看它是不是就是一张纸啊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觉得它是钱呢 这叫约定速成 对不对 我说的这个就是十块 你拿十块你来买东西 我就给你 那个是五十块 印成那个样就是五块 这个五十块 这叫约定速成 所以人跟鬼神界 明界有个约定速成 你人觉得那个是明币 给他了 他在另一个世界 他就真的变成他的钱了 他就可以流通 他在另一个空间就可以流通 这个叫老子所说的无中生有 有呢可以化为无 我们人间没有了这个东西 到另一个空间 他就变成了有 这个在现代物理学也能解释得通 他叫职能呼唤 就是能量守恒 能量它可以变成物质 物质也可以转换成能量 在转换过程中 有多少物质 它就转换多少能量 有多少能量 它就转换多少物质 这个叫职能守恒 能量守恒定律 这是今天 科学家为我们揭秘了 百分之九十六的存在 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人类 是不能用眼睛耳朵 不能用一切证明出来的 但是它是客观真实存在 叫暗物质世界 暗能量 暗物质 暗空间 在古代称为隐态世界 隐态世界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世界 那在传统文化中 无论佛家 道家 还是其他宗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他们都认定人死以后不死 实际上 它指的不死 是灵魂的不死 死的只是你的躯壳 这个东西在我手里 我可以把它拿到这个地方来 我也可以把它放在前面去 这个东西自己会不会跑 会不会跑 不会跑 是因为要有一个人拿它 它才会动 所以你的躯壳 实际上就是这么个东西 它自己不会动它 怎么做实验 你死了它就不会动 你不信 你不想做实验 对不对 你死了 你这个身体就不会动了 你死了为什么不会动 你活着为什么它又会动 你怎么从来不问 那活着是因为你在里面 你在里面 你让胳膊动它就动 你让腿动它就动 因为你在里面 你走了 你不在了 你看你这个胳膊会动吗 腿会动吗 所以我不在 我不在这个东西 会自己跑到这边来 自己跑到那边去 不会 所以是因为你没好好学习 你不懂这个道理 人的神识不灭 躯壳换来换去 所以所有的宗教 称之为宗教的 都是认知灵魂不灭 躯壳经常的换 这就叫宗教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它也不叫宗教 所有的宗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佛教 道教 印度的各种宗教 都认知的是神识不灭 灵魂永恒 然后躯壳转换 在转换过程中 有六道空间 有天 阿修罗 人 畜生 恶鬼 地狱 六种生存形态 那么我们这辈子 修善己德 不堕三恶道 地狱 畜生 恶鬼 是三恶道 天 人 阿修罗 是三善道 那么我们最终修行的目的是 出着六道 不在六道中轮回 因为你下一辈子转世为人 你还是要死 你转世即便是成了天人 享福了几亿年 几百亿年 天受尽的时候 你还是得死 而这个不究竟 死了以后 你又不能够去善道了 因为做不了自己的主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干脆跳出这个轮回 不再六道里面 再去生死轮回了 我直接出六道了 那这是生命终极进化的目的 所有的植物 动物 小蚂蚁 这些 它的终极目的 都是要达到永生的目的 回归到一针法界 长地光土 永远活着 这样的一个目的 这是大家要认知这个目的 那么我们这一辈子 能否修炼成功 有没有诀窍 可以帮助我们修炼成功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 得到列祖列宗的帮助 请他们跟我们一体修真 我们这一辈子就有机会 为什么 如果是九代祖之前的一个祖先 从他的DNA中 释放出一个黑子来 你这里通过九代的船 就是一个九层高的 一个大山就没有了 这就是一生可以成就的技巧 也是要请自己的列祖列宗 和自己一起修炼 列祖列宗它以什么形态 活在我们同处的时空中 它以自己的尸骨 上面的幽精的形态存在着 那么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量子有意识 我们祖先有骨在 有骨灰 现在是骨灰 以前是骨头 埋在土里面 所以它只要有这个物质在 它就是有这个粒子存在 有粒子存在 那么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 量子有意识 也就是有物质存在 它就有意识 它就有意识 有意识就是有思想 有思想 它会想事 这是我们通过什么 跟列祖列宗沟通 就是通过 它还以幽精的 活着的这个形态 跟它去沟通 沟通有两种方法 你去它坟地 去它坟地 可以跟它的阴阳 这个幽精 阴阳 都可以同时沟通 如果是你不记得那坟地 你在家里设神主牌 在祠堂里设神主牌 那么它可以以幽精中阳的形式 具备神主通 你不用给它买机票 就像我在新加坡祭祖 但是我出生在大陆 中国 那我的列祖列宗 都在中国 那我在新加坡祭祀 要不要给它买个机票 要不要给它订个饭店 是不用 一祭祀 这个他们神主通都到了 一个都不会遗漏的 大家要知道 这就是神主通 就是我们出离了 自己的肉身以后 你变成了鬼 都具备的神通力 没什么了不起 来再多 它一块牌也够了 因为不占空间 它是以另外的时空形态存在着 所以这就是我们古代 为什么设祠堂 为什么在祠堂里面定期的做法事 请一些道士和尚 到这个祠堂里面 来讲经说法 来办各种的地赞颤 梁王宝颤 这个慈悲水颤 这种法 就是请列祖列宗 修炼 修炼 释放别人对他们的怨恨 那么怨恨释放了 他身体里的光子出现了 黑子就不存在了 那大量的黑子被变成光子 后代子孙身上的业障 大山 巨大山 这样的一层层的 到子孙后代的业障 就瞬间就不见了 说是佛经中告诉我们定业不可转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帮祖先清新消业 祖先身上的业障 已经形成了一座大山 这个叫定业不可转 但是他的业力 一个黑子还没变成大山的时候 这个叫未定业 未定业是可以转化的 所以我们修行人要有技巧 你从大山这修 要一点点的移这座山 这辈子都干不完 你要从源头那修 可以瞬间的释放黑子 释放业力 把它变成光子 那多少座山都不见了 这是祭祀文化 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在新加坡也走访了一下 咱们光明山的神祖牌的牌位 从价位上来讲是全岛最高的 但是现在没空 没位置 为什么没位置 实际上人的灵灵 人的那个冥冥之中 他的灵魂知道 他要把祖先安在一个道场里面 因为道场里面有念经 道场里面有修炼 那么借着道场的这个修炼 道场的这个祭和祀 然后他的祖先 可以大量的释放业力 他这就顺顺利利的 但是遗憾的是那面也没有 也不让上香 也不让去点蜡烛 也不让去你真正的如法的去祭祀 所以我们走遍了全岛以后 我们决定我们自己设一个 自己设一个 为什么要自己设一个 如礼如法 我们要给祖先24小时上香 24小时有灯火 24小时有斋供 然后有水喝 有花给他们看 然后真正的就像 他到了你家里一样 富丽堂皇 有这个财富宝塔供着 有这个我们的阿兹水晶 各种各样的宝器供着 让他们珠光宝器 让他们富贵 这样他们好了 你就好了 另外我们24小时播放经文 播放这个讲经说法的师父们的 这个音声 音频 所以是请他们觉悟 请他们忏悔 请他们修炼 那么这样 这个被安放在我们的永世祠堂里面的 不是我建了一个张姓祠堂 我建的是万姓的 就是谁的祖先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OSS建了一个万姓祠堂 就是任何的 你想安放的都可以来安放 那在这个叫道场 它不简单的是一个普通的祠堂 说我设了个牌位 放在那儿就完事了 一年去看他一次就完事了 不是请你的列祖列宗来 这是我们这儿的祠堂 跟别的祠堂 跟别的祠堂不太一样 我们要使用陈列法 使用烧的方法 就是还要定期的 替祖先们的冤心债主去超度 定期的在这个祠堂里办法会 特别是我们要按照四十祭典 也就是清明节 中元节 还有这个重阳节 还有冬至日 恢复古代的四大祭典 但是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用中四 就是每一次五天祭典 所有安放在那里的祖先们 都可以得到授意 除了每天的享受 各种各样陈列物的祭祀之外 那么特殊的日子 我们特殊的祭典 但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事 要设一个祠堂 说实话 是上一次我们祭祖的时候 那些祖先们提出的要求 他们来这以后 受益很大 通过几天的修炼 很多人觉醒了要修炼 但是他们一旦离开了这个场合 没有地方去引导他们修炼 没有地方引导他们忏悔 所以他们很希望在这个地方 都留下来 当时我们矮于条件 为什么 我们那是个教室 我们平常要讲课 不能够永远地安奉他们 但是我答应他们 过完春节以后 在新加坡设立一个永远祭祀的祠堂 是万幸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这儿 敬这个孝道 实际上为祖先好 那么最终是为你们自己好 这就是祭 祭是奉献 你要出钱 之前你在家里祭祀 你要出钱还要出力 你要去买供奉物吗 你不出钱能行吗 你还要尽时间 一天的三次 对不对 然后每天的换 所以是 那么还要家人都欢喜 不要说是非 那么你这个才如法 但是现在你没时间 没时间 你找一个机构 帮你尽孝 请祖先来了以后 有人照顾他 这就好像你没办法养父母 你要上班 你要干什么 你给他送到养老院 好的养老院 有专门的人伺候 比你伺候还周到 那么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 这个是 祭是要奉献的 所以是要给祖先一个安慰 所以说我们祭祀如法的祭祀 祀是好处在你 就是祖先们通过他的修炼 释放业力 那么除了能够让你顺顺利利之外 祖先们列祖列宗的神力 他还在支持着你这个孝顺的儿孙 同时通过他的修炼 释放大量的业力 你的大量业力没有了 那么劝请他们修炼 在这个道场中修炼 那么利益的这就是四 这就是通过祭以后 你出洋 然后降阴 藏阴 你的不好的东西都没有了 你的好的东西都浮现出来了 这就是四的文化的核心 这是我们这个 在整个的这个 这个祠堂里面 我们会设八贡 香 竹 花 这个灯 水 摘贡 那么还有一些珠宝 就是这些财富宝塔 这个阿兹水晶观 这个准提镜 等等的一些法宝 那么这是如法的陈列 但是你要陈列 让祖先能够受益 你要安慰 所以第一你要给他安一个位置 请他在这个地方 那么陈列的东西 他才能享用 那么除了陈列 我们还要烧 烧什么 就是说我们比方说 我们的一些大节日 大的祭祀日 我们都有超度法会 我们烧大量的金纸 银纸 烧大量的这些民间需要的 幽冥世界需要的这些物 那么对于有一些祖先 他们都在饿鬼道的 我们还放烟口 放蒙山 然后帮他开烟喉 他能吃到东西 所以他享受的东西 是十分殊胜的 跟其他的地方的是完全不同的 其他的就是摆在那 你清明节去捧下来 扣几个头 所以这个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祠堂 这是一个道场 是安立的一个道场 安奉的一个道场 那么我们在传统文化中 对祭祀文化是十分重视的 有本书大家知道叫史书 史书里面有个礼书 礼书上面他讲到 上是天 下是地 尊先祖 而隆君师 是礼之三本也 也就是我们传统的人意 理智信五种德行 这个叫五伦 伦是伦理 是道德 刚常 是五种 刚是什么 刚举目章 就像捕鱼的那个网 它有一个骨干的一个锁 它一提了 整张网就拿起来了 这个叫刚 叫刚举目章 其他的部分叫目 所以我们这个叫五纲 五伦 五常 五德 就是人德 义德 礼德 智德 信德 那么礼德中的一个三根本是什么 所以是礼之三本也 第一上是天 第二下是地 我们古代尊天父地魔 因为我们人是天父地魔所生出来的 不是这个有一个神把我们造出来的 是天父地魔把我们自然的生出来的 这是我们上是天下是地 追先祖 追先祖就是我们要如实如法 如理的去祭祀自己的祖先 我们现在不搞了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尽了 还管什么列祖列宗 这就失去了理智根本 你看我们现在的人类 上是天 你们坐不坐 坐不坐 不坐 这个很多人还不错 老人不错 这个在祖物外面 我经常看到天宫楼 这就是什么 上是天 下是地 你们坐不坐 说供地魔 供土地 很多人不供了 所以我们的天神要祭哪些呢 我今天都给大家列一下 在天界上师天这个部分 我们要供什么神呢 要祭祀什么神呢 就是你祭祂 祂会帮到你 懂不懂 祭就是奉献 祭就是贡献 你买天宫金 烧给他 你供水果给天宫 这都是奉献 这都是供奉 你供奉这个 天神保佑你 这叫四 四是最后落到自己身上了 结果是什么 好事连连 坏事没有 坏事不见了 叫阳出阴藏 来给我念这句话 阳出阴藏 阳是吉祥的 阴是凶恶的 阳出阴藏 就是吉祥如业 财源广进 幸福美满 你心想事成 这就是阳出阴藏 是你奉祀 祭祀 祀的结果 大家要记住 所以你没有祭 这个不来 祭祀通常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上世天 是什么天呢 天界有天神 记住 天神 天神多了 二郎神 玉皇大天尊 执日神 夜游神 这个天神可多了 这太岁神啊 六十甲子啊 等等的 二十八星药神啊 这都是天啊 是天神 日神 月神 星神 雷神 雨神 风云诸神 这都属于天神 是属于天界的 那么夏世帝 摄神 摄神就是土地 这里有村子的土地 有社区的土地 有家里的土地 宅土地 小区的土地 现在小区土地也没了 国家的土地 这叫摄神 还有山神 水神 石神 火神 动制物 诸神 那么源于大地 这是地神的这个范畴 那么还有人界 人界的神 我们祭祀的对象 包括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祖先神 神主牌上的不是鬼 神主牌上的是你的神主 是历代祖先的神主 是阳性的 不是阴性的 是这个叫祖先神 还有什么神 我们祭祀啊 圣贤神 圣贤神这里面很多 你比方说是城皇爷 他就是圣贤 封为神的 土地也 也是圣贤封为神的 你的德行 负责的一个村子 你就是村土地 你的这个 福德 购一个县城的 你就是县城土地 叫福德正神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圣贤神 他很多 圣贤神里面 这个大家祭祀的 你比方说光宫 岳飞 一些民族英雄 那么还有一些 有德于这个社会的 一些贤打之人 这都属于圣贤神 你比方说我们的福西大帝呀 神奴士呀 皇帝呀 那这些都是属于圣贤神 这个行列 都是真人 孔子啊 还有行业神 行业神 你像鲁班啊 鲁班是木工之族啊 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 这个行业的主神 那么还有起居器物神 这些是什么 这是人界的神 比方说造王爷啊 门神啊 这些跟我们的生活都是有关的 都是人中的圣贤 被封的神 这是人神 但是这里面最大的 不是最大 最重要的是祖先神 祖先神 这是我们祭祀的对象 我为什么在前面讲鬼神冤啊 不单鬼冤 神也冤 你们这三界 天界 地界 人界 你们供了几个啊 你们供了几次啊 刚才说你祖先神 你一年就搞一次 是不是 饿了他364天 有一天吃得饱撑撑的 没有 如实即死 所以中国讲究的孝道 是祖先们活着的时候 凤羊以食 就给他吃饭啊 给他穿衣啊 给他喝水啊 这个叫凤羊 那先人们去世了 要祭祀以食 就是你要安时地去祭祀他 我们今天没有了 这是如果有条件的 家里可以设神主牌 那在自己的家里 早晨 上炷香 点个蜡烛 晚上上炷香 点个蜡烛 这是有条件的 但是你家里和我们的 OSS的祠堂有一点差别 差别在哪 就是 不是道场 这里是道场 所以是家里可以 放肆 然后在这里最好再安一个 对你的帮助就更大 因为他在修炼 他在帮你释放黑子 清除业障 说祭祭祀的这个步骤呢 要安其位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地方 他来了 他能在那个地方停留 这个叫一个空间 就像你们现在坐在椅子上 你是个平面的还是个空间啊 你是平面的 椅子是平面的 它不是一个空间吗 对不对 你占了一个空间 在这个教室的大空间里面 你占了个小空间 所以我们安神主牌 实际上你看这是一个牌 那个牌代表了一个什么 一个空间 一个空间 这个在密法里面叫解戒 解戒 解戒就是说 这个空间多大 你把它解戒出来 一个六合空间 这样解戒出来 那么为了解决大家 大家不能够在自己的家里 设祖宗祠堂 家祖祠堂 我们这里设立了 祖宗就是家祖祠堂 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的父姓 母姓的历代祖先 你的太太的父姓 母姓的历代祖先 请在一个空间里面侍奉 然后下面呢 再安奉一个 你的父母的 你的岳父岳母的 那这个是两个空间 为什么 他们是两家人 不是一家人 上面呢 他都到了这个 爷爷一代了 都可以请在一个大家庭了 到下面就是分开了 那在下面的第三格 你可以供你自己的 兄弟姐妹的 或者未来 有些儿女他不在了 可以在你旁边 把他们的爷爷列上了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第三层 那这样的话就做一个姐姐 你就变成了一个家祖祠堂 就从你的列祖列宗 到第二的 你的父母 岳父岳母 到你这个 我们就姐姐了一个 大家庭 好比是三层楼 你们住独立室 三层楼 明白这个设置了吗 它是一个空间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解的一个排位 它是一个时空 所以这是大家族它会占六个排位 六个排位 因为列祖列宗就占两个排位了 那有的说我不要 我没有这个条件 我现在就设一个四姓的列祖列宗的 那就一个格就可以了 就是你买一个味就好了 你不管在ABCD区 你买一个味就行了 按四姓的列祖列宗 一个味就够了 不必要买两个味 只是说你因为你设大祠堂 设家族 所以上面这个是四姓 因为必须占两格 下面才有两格跟它姐姐 才是一个立方体 大家要懂得这个设立 是根据密法的姐姐法 不是任意的 因为这些老师做事 都不是自己到哪去学 都是根据上界的指令 然后在虚空中看上面怎么摆列 然后再给你们安立 设置 说这是要安位 安了位要安齐位 第一步祭祀要安齐位 第二步是供奉 就是你要发供 供养 焚香 然后你在祭祀的时候 焚了香以后你要祷告 你不来参加祭祀 因为你不能每天来祠堂怎么办 所以我们的祭祀人员 每天的祭祀人员上香以后 他要祷告 这个在祠堂中的 所有的祖先神们 你们安心享受吧 我们有祭文来祷告 请他们享受 告诉新加坡国现在不错 世界也不错 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打 你们放心吧 你们的儿女都很安全 子孙后代也挺安全 日子过得也挺好 这叫祷告 祷告 祷告完了 祈请 祈请这是你自己要祈请 所以我们这次呢 为了方便大家 我们的所有的牌 每一种牌 都给你三个牌 同时制作三个牌 一个牌是 奉在祠堂安奉的 一个是你请回家里 请回家里 因为你们可能没有自己的祠堂 你就用红包风把它封起来 放在抽屉里 你如果有大的事情 要请祖先帮忙 你就把它请起来 红包风一打开 找一个高位的桌子上供上去 摆上供品 在那祷告 在那祈请 为什么 那个牌是我们做的子母牌 也就是说你祈请的 那个上面的 本身是跟这个道场案例的 这个是连通的 你那么一起请 祖先就通过通道 到了你家里供奉的那个牌上了 这是方便大家不用跑在 跑到这个祠堂里面来天天跑 不用 你在家里一样的 大日子我们这个四大祭祀日 鼓励大家一起来祭祀 那么还有一个牌 第三套牌是做什么呢 是你到我们的祠堂来祭祀的时候 我们不会像有的祠堂一样 把你的祖先牌位移动 那就乱套 说那是神位 不要轻易动 所以我们会拿出第三个牌 根据你们的预约 在我们前面设了三个祭台 你可以带着供品 把自己的祖先 你不用从家里带那套牌来 你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前预约 你到了 报上名 报上号码 他会把你的另一套第三套牌 从我们的库里请出来 给你供奉 你就省了很多劲 所以这个都是为大家着想 我们是一个牌都复制了两套 都有它的作用 总共是三套牌 这都是上面师父们让这样如法地做 也就是说规矩 从什么地方开始定 新时代的规矩 从我们这儿开始定 因为已经被毁坏了一百年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 那么从封建时代是否如法 封建时代 他不讲四姓祭祖 他只讲单姓祭祖 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 你太太嫁到你家了 你姓张 你姓张 你只计你张家人 你不让你太太家里人得到祭祀 但太太家里的人不怨恨呢 人家把姑娘嫁回来了 然后你这祭祀你的祖先 我们得不到祭祀 这不怨恨吗 这不搞事吗 但是这个遗传从哪里来 这是封建的残余 这是错误的 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 我们身上有两种DNA 都是传代的 也就是说今天告诉我们 儿女儿子是传代的 传宗接代的 女儿也是传宗接代 传的什么 传的祖先身上的DNA 不是血液 是DNA 科学告诉我们了 女的也在传代 不是女的就不传代了 因为你身上也是爹妈的DNA 你哥哥身上也是爹妈的DNA 你们是平等的 那对后代子孙来讲 你姓张的 你比方我妈妈姓碧 我也不祭祀我的妈 我妈的碧家的列祖列宗 也得不到祭祀 那么在我身上 我一半基因是姓张的基因 一半基因是姓碧的基因 那姓张的基因我祭祀了 我通过祖先的力量 消了业了 姓碧的这一半就没有祭祀 就没消业 那你身体就一半好 一半什么 不好 对你也不利 你自己独身 你一定要祭父亲跟母亲的九族 那你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两面的基因都清理了 那对你的后代子孙 你只祭祀你的父母 你太太的父母 你不祭祀 好 对你没什么影响 对太太有影响 那她不好 你能好过到哪里去 你如果说太太真倒霉 你还活得很开心 那你不是个人 对不对 你这太恶心了 那么给你生儿育女的人 你都不照顾 你不让她过好日子 你是个人吗你 好 那我这边不管太太 你的儿女你要不要管 好 你姓张的姓碧的都清理了 我太太姓黄 她妈姓肖 那么她两家都不清理 太太身体病痒痒的 整天有事 然后好 到她 到我的女儿 我的儿子那一代呢 那我张家的都清理了 B家的也清理了 我太太没清理 我女儿一半好 一半不好 你希望自己的儿女 一半好一半不好吗 因为她上面有 这个黄性基因 有张性基因 张性里面又暗含着B性基因 黄性基因里面 又暗含着肖性基因 因为她的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没清理好 所以大家要懂我们规矩 新时代的规矩 我们是根据科学 恢复了四性基组 不是一个单性基组 因为我们要修不二法 跟众生都不二了 你还自己家里还搞个二性三性 还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那你怎么能够修成 这一生你怎么能够修成佛 怎么能够究竟圆满呢 就是记住 我们建祠堂一个根本的原因是 替天地立心 什么意思 天地的中心从我们这开始 因为这是天心要的 这是地心要的 这是天神要的 这是地神要的 叫替天地立心 为万世建太平 为往胜祭节学 为生民立命 也就是说你们的命运要好 你们是活着的人 为生民立命 这是谁 这是大宋的时候 宋朝的时候一个哲学家 他的一个愿望 我把它拿过来了 所以说我们活着 我们OS干这几件事 为天地立心 为这个生民 生民就是你们活着的这些 灵民百姓 这个祭命 就是接续你们的命运 要幸福美满 为往胜祭节学 这种祭祀文化 这是圣贤 在修炼过程中 知道的是一个绝学 绝学就是绝顶聪明的学问 但是不要把它变成断结了的学问 所以说这种绝学 要从我们这不再绝了 是绝顶的好用 绝顶的聪明 而不是断结 所以我们叫心火相传 所以说是为生民 为这个往胜祭节学 这个规矩 我们重新修复回来 所以我们真正的要建一个 如理如法的 从远古传递到今天的圣贤文化的 凯末的祠坦 不单是请列祖列宗们 能够来享受福报 还能够修炼成就 和你们一起成就 那这样你这修炼过程中 就省了很多的时间去搬山了 为什么祖先那一个黑子被他清掉了 你这就少了一座大山 因为是未定业 就可以消 所以这是我们建祠堂的真正目的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祭祀的对象 就是通三界的 比方说 阿罗汉 菩萨 佛 那这个就是阿罗汉里面又分 声闻缘解四圣众 他们是通三界的 他在六道中都可以往返的 还有一种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他从天界可以通六道 虽然不能到一真法界 但是他通六道 所以这也是我们四奉的对象 那么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所有的植物神 动物神 这个矿物神 所以这些神在这个 孔雀冥王经里面叫大王 各种各样的大王 又叫各种各样的仙 这些都是我们四奉的祭祀的对象 那这样六道才和谐 所以说我们除了这个祠堂 我们还设了个大佛堂 大佛堂的使命 叫明心见性大佛堂 是六道众生都要明心见性 不是你们明心见性 你们是六道众生之一 也要明心见性 所以我们的佛堂 要整个的法界六道众生 都明心见性 都获得解脱 都去成佛 我们叫明心见性大佛堂 做什么呢 我们就经常的办法会 在诸佛菩萨的圣诞日 纪念日 都做大法会 平常时间 邀请大家去送各种经典 闲于时间 老师拿来讲经说法 给你们讲佛经 所以这个是为了什么 和谐六道众生 祠堂是一定要把自己的祖先神 要先安抚好 先请他们来修炼 那这里面有显食 供香 供灯 供水 供花 衣物 珠宝 美玉 金银 金银纸币 生活用品 真正的就是一种 职能互换 无中生有 那么我们将采用的 这个供奉方式 有陈列 有翻烧 就是把它烧掉 陈降 土埋 抛撒 将来都要如法地教给大家 去做这些方法 比方说我们这次大圆办法会 我们有一个 供奉龙王宝瓶 龙尊王佛宝瓶 这个就叫陈降 是要沉到水里 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参与 因为这种如法的法会 如法的方式 供奉龙王的方式 供奉伦尊王佛的方法 这个供奉所有水族众生的方法 替他们立心 替他们祭命 延续他们的这个命体 不坏 治疗他们的各种疾病 那这些方法 都是在这个祭祀文化中 要体现出来的 然后我们请祖先 在我们的道场中 通过播经 通过听一些法师 或者一些 我们教的课程的音频 乃至视频 那么请祖先们 有一个安心处和修炼场 那么通过他们的觉醒 因为所有的众生要觉醒 因为我们不能度他们 只能去觉悟他们 当他们觉醒以后 他们修炼 就可以通过忏悔各种秘咒的方法 他在另一度空间是活着的 你既神如神在 他活着 你不要以为他没有了 实际上你的肉体 也就能活一百年 那你还把它当成真的 你一百年后你在哪呢 肉体还在不在不在了 那你现在是活着的还是死的 你活着 那祖先们死了 死了他是以幽精 这个形式 三魂里面的幽精形式 还活在这个法界中 什么时间他完成了使命 等到下一世你修炼 达到一个高层次 你要一生成就的时候 收拾灵光圆满 把这个自己的身上的那一点 幽精 在幽精中的光收回去 他的神光就没有了 那个这就是魂魄的死亡 就是幽精魂的死亡 他死亡了 他就变成成尘归尘 土归土了 光被你收回去了 灵光收回去了 这是人在将来 修到一个层次 师父会指点你去游方 游方的目的就是到各地 收回自己上一世的 这个幽精 这个守施鬼上面的神光 把这一点神光收拾完了 然后你就圆满成佛了 如果还收拾不干净 就不能成佛 所以是将来你们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遗骨 不要被儿孙们抛到海里去了 拿去喂树了 拿去喂鱼了 要妥善保管好 为什么你们的灵光依托你那个灵骨 而得以保存 所以是古代特别重视阴宅风水 是找一个声望之地 使自己的灵骨上的那个光 不至于快速的耗干 然后使他保存的生命期长一点 等着你的下一个 下一世来收回他 我在修炼实践中 确实验证了这个道理 经常根据师父的指点 到不同的地方 收回自己前生前世的 这个幽精上的神光 那神光一归体以后浑身发热 就是你的 所以我们通过 我们在祠堂里奉寺的是幽精 这一个魂中的羊神 把阴的藏在土里面 把羊的奉寺在祠堂里面 这是古代的大智者 大圣者们见到的实相 那么我们奉寺这个幽精 对你转世的魂魄有什么好处 这个也实相也让大家知道 因为我们死以后 我们有天魂地魂 人魂 活着有三魂七魄 死的时候 这个三魂 其中的天魂和地魂 完成新生命的再组合 只有人魂幽精不参与组合 会做守施鬼 藏在土里面 或者藏在骨灰上 那么你私奉自己的列祖列宗的幽精 对他转世的那个魂有什么帮助 转世的天魂地魂 构成新生命体的那个新生命体 有什么帮助 之前很难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实相 今天感谢科学 科学家告诉我们 量子是相互纠缠的 也就是说 你这一世 你的天魂地魂 人魂三魂 都统一在灵魂上 你的灵光上 本身携带着三魂的全息 当你的天魂跟地魂 在一世转世之后 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体 举例子说 成为了一个新的人 他已经不叫张卜生了 他叫姓李或者叫李什么生 那他是这个 那你这个四奉这个人魂 这个幽精对这个姓李的 有什么帮助呢 那帮助太大了 帮助什么呢 通过这个幽精的觉醒 因为他是在鬼道里 那个李补生 他又投胎了 他是人 他是迷糊了 他又去贪神吃一卖了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有神通的 因为你这个是幽精 幽精是鬼界的 是幽明世界的 是96%世界的 那么你通过他 他有神通 他可以飘移 那个成了李补生的那个肉体 他不能飘移 你请李补生来 你要给他买机票了 你给他要买住宾馆了 你要请张补生上一世的那个人魂来 你不用买他的机票 但是他就来了 你请他他就来了 通过他的修炼 他的觉醒 那通过量子纠缠 他会影响李补生身上的 天魂跟地魂去觉醒 因为量子纠缠 这面量了 那面就量了 这面绝了 那面就绝了 这是全息的 这是全息的量子纠缠 这面绝了 那就绝了 所以当他的幽精绝了以后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天魂跟地魂就绝了 那在新的生命体的李补生 他就天魂跟地魂都绝了 那他自己就觉醒了嘛 因为天魂地魂主宰着 是生命真正的主人 幽精只不过是服从而已 那他这个李补生 就自然地去修到了 为什么很多的这个高僧 他过世以后 不要去别的地方埋葬 而埋在寺院的灵谷塔里面 埋在寺院的灵谷地 就是因为在那儿 他还有机会 去觉醒自己的下一世 下一世投胎到哪儿 他因为他的幽精在寺院里 听经讲 听法师们听经说法 自己觉醒 经常去这个佛堂念经 诵经 自己觉醒 然后他有机会使 他的下一世的 转世的新生命体 去重新觉醒 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帮到自己 历代祖先 即便是转世为人 转世为六道中的其他生命体 你可以通过这种殊胜的方法 帮助他觉醒去寻明师 仿真道 去修道了 因为幽精特别希望着 新的生命体 转世的生命体去修道 为什么 他等着回家 等着跟新的生命体的光合一 他也要成佛 我们的三魂最后都变成三世佛 一起成就 七魄变成七佛一起成就 也是当你一生成就的时候 你的身上的三魂七魄 都会化成纯净的光明 变成佛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是实相 通过量子纠缠 今天可以跟大家讲清楚 如果没有量子科学 很难说幽精怎么还对新生命体会产生作用 产生作用很大 产生作用很大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如法 把这个祠堂建成道场的真正原因 这是师父们的苦行 那么通过你们列祖列宗的修炼 觉醒他们在不同道的生命体也都觉醒 人能真正的觉醒 才知道回头是岸 才不会去做贪真吃一卖 地狱五条根的恶音 才能够真正的诸恶不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而究竟圆满地完成生命进化的实相 所以这是要把祠堂建成道场 在古代他们经常请高僧 请大德去做法会 去讲经说法给自己的祖先门厅 的真正原因 所以这个呢是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如法的安奉自己的祖先的灵骨 这个牌位 神主牌 是我们修炼者必须做出的选择 可以事半功倍 甚至你要无始节再去生死轮回 那你如果做好了 你今生必定成就 列祖列宗通过修炼 释放他的黑子 比你自己用剑法 用一点轻音消逸的小法 去削那个如山一样的业力 那要轻松的多 这是所有修炼者要 希望一生成佛 希望一生成就者的必须之法 不是可做可不做的 下面呢就把大家 这个我们祠堂的大概的一些设置 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你如果经济上有困难 那不需要设家族式的祠堂 你只需要买一个牌位 买一个牌位安奉什么呢 安奉你的四姓祖先 从哪开始 从你的 你比方说我是单身 假如我是单身 那我没有老婆 那么从我这开始 立谁呢 立爸爸妈妈 爸爸的爸爸妈妈 母亲的爸爸妈妈 这个就是你的四姓祖 什么叫祖 大家要搞清楚啊 有些人说我的父母就是祖 你错了 我们叫祖父祖母 外祖父外祖母 是从哪开始算的 祖宗是从爷爷辈开始算的 说你的爷爷奶奶是祖 你爸爸妈妈是父母 不是祖 说祖宗牌位 有没有父母的位置 没有父母的位置 没有父母的位置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 那么有谁的位置 有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的位置 四姓祭祖里面的 这个祖宗牌位 只有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为什么 又特意的安理了父亲母亲 但是以我这个年龄来说 父母 岳父岳母都还活着 所以你暂时经济条件不许可 你就立四姓 这个历代祖先这个位就OK 不要着急 但是我会向你承诺 你只要立了四姓的牌位 在我们的万行祠堂 你很快就会发财 为什么 之前是靠你一个人拼 现在是四姓祖先的九族 在帮你一起用神力打拼 因为你孝顺他们 所以你很快就不一样 当你经济条件改善了 赶紧来设家族的 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移位 不要紧 你当时只占了一个位 你现在要占六个位 那么可以移位 可以给你 从帮你的历代祖先 给你的父母 给你的那个移出来 有的人说 我父母还活着 你就助他死 这么给他立个神主牌 你记住那是神主牌 是幽经里的阳性 是藏阴出阳的 不是他死的那个鬼 所以说我们这个叫卤味 什么叫卤味 即便把名字刻上 对他也是严寿 严福 严健康的 是叫卤味 这个在今天 这个在中国叫活人种 活人种叫他没死没死 他健康不太好 给他搞一个坟 搞一个坟 这个立牌 立坟头的时候 字是红的 就证明这个人还活着 这叫活人种 立了活人种以后 很多的病就会消失 为什么 严寿 严寿 但是我们的祠堂 你这个活着的人的名字 我们不刻 我们会把牌位立在那 然后用这个洪峰套上 洪峰套上 牌位都在上面 但是是洪峰套着的 那其他的牌呢 是黄的或者白的 那这个是洪峰套住的 你不用担心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所以是不鼓励 不是说强力所难 一定要理家族的 我们这不全是家族的 更多的是你们的四姓祖先的 先请进来 给自己列祖列宗 先有一个 得其位 去奉 去奉祀 去祭祀 通过祭祀的力量 反馈给你 使你所有的东西都顺起来 刚才说 洋出阴藏 那同时请他们来修导 那么如果经济条件好一点的 那么就可以把父母的 岳父岳母的立出来 如果是你没有结婚 你就立父母的 你就买俩牌就好了 什么意思 就是上面是一个单单的祖先牌 四姓祖先牌 下面的是你的父母的牌 这个就是两个牌位就够了 对不对 你不需要买什么三个 如果你有岳父岳母的 就要买四个 为什么 上面安奉 你的四姓祖先 下面安奉 岳父岳母跟你的父母的 准备他们的牌位 哪个先走了 可以先把名字刻上 那个的先不要刻 等到将来那个走了 再把它合上去 这就是一个小家族 祠祷 因为没给你设 没给你设 如果再有钱了怎么办 就弄六个牌位的 是大家祖祠祷 这个将来把自己的都考虑进去了 儿女你暂时不要去管他 为什么 管不了那么多事 真的管不了 儿女很多的将来 他未必对你这一套认同 我也没指望儿女 我指望谁 我为什么叫永四 永远的祭祀 我指望我的徒弟 你们中间很多是我的学生 但是我也有收徒 就是徒弟叫师徒传承 学生叫师生传承 也就是说你可以做我的学生 也可以做我的徒弟 但是你要做徒弟 我收不收另外再说了 因为要考核你 有些人我还真不愿意收 有些人提了好几次 我都拒绝 用这个语言安抚他 说不到时候 为什么 他还不应该进来 晚进来点好 所以我们有师徒传承 师徒传承就是说 我不在了有一天 我的徒弟可以继续这个传承 所以我的最小的徒弟才二十几岁 这个很年轻 我不用担心 他们答应了这个传承 那么我们都不在了 他去延续 同时我的徒弟 我们进行的是一个师徒传承 就是我的徒弟 当他们能达到师父的水平的时候 我都要赶着他们去收徒弟 当年的六祖慧能大师 这个炼出了四十三个成就者 所以他允许四十三个人 再去收徒弟 开门立派 中国的禅宗 才真正的兴旺起来 所以我们真正成就的人 是希望自己的徒弟成就 快速成就 你真成就了 就要赶着你去收徒弟了 因为要普度众生 所以这样我们的师徒 徒弟还有徒弟 徒弟的徒弟还有徒弟 徒子徒孙 绵延不绝 所以说我们这个祠堂会将来交在 这个师徒传承的系统中 去祭祀 我们这个祠堂现在只有四十年的 这个有效期 因为新加坡你知道没有永久地气 很少拿到永久地气 但是不要紧 我们即便新加坡有一天被水淹了 我们整国要迁移 我要带着祠堂迁移 也就是只要你安在这 永远地不用担心 你的牌位被丢掉了 没人管了 我们成都不会 我们这个 这一群人走到哪 带着这个大家一起走 带着这个整个的这个祠堂 这个大家庭 所以你们之前是小家 现在融入了一个大家 在这个大家庭里面 一个人有难 千万人伸手去帮 你如果只是小家庭 你一个人有难自己扛 我们今天有一个 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朋友来 他的那个孩子两岁 得了那个病 你们前一段知道 然后我们这一发动 咱们很多学员就捐钱帮他 那同时他自己也在网络上 发了一个信息 所以整个手术费十几万新币 在很短的时间内 因为我也向鬼神界打了招呼 向上界的师父们打了招呼 他很快就筹到这笔钱了 所以一个人有难 不要一个人卡 一个人有难 要伸出手 让接受别人的援助 接受大家的帮助 所以我们真正要建一个大家庭 万幸祠堂将来进来的就是一家人 我们都在一个地方 祖宗都在一个祠堂了 那还不是一家人吗 这一个大家子 你有什么事交到大家庭来做 交到大家庭来帮 所以是千万个人帮一个人太容易了 不是靠你自己去打拼 所以是真正在大家庭中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没有办不成的事 所以这是我们真正建一个祠堂 凝聚大家的人心 共同成就 共同度众生 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 所以大家现在突破自己的 意识上的认知上的错误 要积极地参与进去 你赶赶参与进去 你再看你的变化 不要说未来会有什么变化 就是现在已经有的人 他决定要参与 结果他已经变了 之前不顺的事 他这报了名 一说是祖宗此太 怎么突然全部变了 乱七八糟的事 一下子变得有序话了 祖先神显灵了 所以不要靠你自己一个人 这列祖列宗多少人啊 多少神啊 你为什么不去那个呢 所以你一步一步来 先设祖先的 四姓的 在别处都还是一个单姓什么 你要设很多 我们这四姓的一个牌就行了 也没多少钱 最便宜的 还允许你们付一半款 剩的十二月分期付款 没多少钱 把这个障碍突破了 赶紧的参与 你试试 试试 逐渐好了 在做家族的 做大家庭的 所以我们这的永四 是有根基的 我对自己的法脉传承很有信心 我这一生学了五十多个老师的东西 佛道双容的东西 包括埃及的古老金子塔的法 这个潜藏在法老心中的法 还有这个希腊文明的法 那么还有天主教基督教的法 我们都是完整的接受过来 这些人类文明的精华 都毁碎在我们的平台上了 所以我们这很有信心 能够把这个法脉光大 所以我的徒子徒孙们 一代一代的徒弟带徒弟 徒弟带徒弟 就可以永世 永远地祭祀下去 因为这是人类的 期盼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通过三代人 一百年 把人类的发展方向扭转过去 扭转到 人人都要是佛 都要向成佛路上走 究竟圆满成就这条路上去 而不是还去做贪人吃的凡夫 这个呢 具体的事情 你们跟工作人员去讨论去研究 我在这里就不再 给大家一一的解读 下面进入答疑的环节 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通过主持人发问 我来给大家解 好 有什么问题说 好 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摆放在A区 B区 C区 跟D区的区域 有分别吗 这个 从整个大空间来讲 都在池塘里 没有区别 从尊卑位上有区别 A区的都在这个正位上面 大家看到了 这是比较尊贵的 那么其他的就是 B区的这个 是在两旁这样去做的 那C区更远一点 D区在两边 所以这个是从这个 位置上是有区别的 这个大家不要追求 说一定要去拿A区的 根据你的财力量力而行 那么这个 也不要说自己 没有那个钱 弄得自己很紧张 我也不主张这个样子 好吗 好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这是社会的问题了 因为 当我们立牌位过后 如果离婚 那夫妻的牌位 应该怎么处理 第一就是讲这个离婚 婚姻怕离婚 你是真想离还是假离啊 你不想离就赶紧离 离了绝对离不了 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祖先不让你离 这个在传统上 离婚是很丢人的事 祖先丢不起这个人 不让你离 你如果不想离就赶紧离 有的人自己有私心想离 为什么要离 你有孩子那么可怜还小 能不离是不离 虽然我是离过婚的人 我不主张大家 这个动不动吵吵架 家庭不合就去脑离婚 是真正的知不同 道不合了 过不到一起去了 那再另外说 那也要等孩子小大一大 至少孩子都13岁 15岁以上了 他懂事了 他知道不是爸妈不疼他了 是真正的在一块 这个过着孩子也难受 我后期跟我前妻天天吵架 因为工作的事 后来我儿子这个 我离婚的时候 他虽然不高兴 我的第一个大儿子 但是他说 爸离了好 我也希望你过得开心 妈妈也开心 你离了以后 你也不吵了 妈妈也不吵了 你们在一块见面就吵 这个八字不合嘛 当时我的师父就这样 他这个看了这个 我听说我结婚了 我跟师父说我结婚了 师父说起了谁啊 我说起了谁 他说你怎么可以跟他结婚呢 我说师父啊 我不跟他结婚 跟谁结婚 他说你怎么不让我给你看八字 他说你将来就知道了 真的是生不如死 过在一块实在难受了 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那就离了 离了以后反倒老天安排的 真的什么都开始顺了 所以大家不要鼓励人家离婚 也不要学老师 一定要离婚 能不离是不离 能和 这个我们叫能拆一座庙 不拆一家婚 所以不要离 能不离是不离 要离等孩子大了 懂事了 那么现在既然没离 就赶紧离 就按现在的说法去做 我们的这个牌位是经常变的 就是刻字那个部分 因为比方说现在 这个举例的 有的爸爸还活着 妈妈走了 那么现在是刻了 妈妈的名字上去 那将来一定要拿回来重刻 把爸爸的名字也要刻上去 这个我们负责 这都不再收费的 这些服务都不再收费的 你真离了 真离了需要转换 整个家族系列需要转换 你另外娶了别人 要换 这个我们都是免费的 不再说你不行 你另外做 是你的胃 你自己说了算 我们配合你 OK 他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如果已经离婚 还需要替前妻 前夫的祖先立牌会吗 因为担心不立会影响孩子 这个要单立 你真离了婚了 你是不是人家的人了 这里面有一句话 我还没给你们念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 《礼记取礼》中 记载的一句话 非其所记而记字 明月淫寺 淫就是荒淫无道的淫 淫寺无辅 也就是说 非其鬼而不记 什么也不该你记的 你乱记 这个不可以 明白吗 就是说 你要怕影响孩子 是将来用孩子的名义 再立家族祠堂 明白什么意思了 就孩子的在最下面 然后用孩子的名义 立你的 立他的这个 这个前夫还或者前妻的 因为他的父母是 确定是他的父母 再立私信的 这是孩子的责任 这不是你的责任 说你离了婚了 你就管好你自己 管好你自己的父母 管好你父母的私信 祖先从你这往上立 将来儿女的 他要真正的结婚了 有家庭了 人家有人家的立法 他如果还是我们的学生 还是我们的弟子 同意这种做法 以他的名义 另立家族祠堂 明白了吗 一个人的神主牌 可以在全世界多个祠堂 或者多个地方立 因为他是阳神 听明白了 他是白天能够行走的 不是只有晚间才可以出动的 所以大家要相信这个 说那不在乎 您有几套房子 明白这个道理吧 你新加坡一套房 马来西亚有套房子 中国上海有一套房 都可以啊 都是张卜生的豪宅 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啊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你在这儿设了个祠堂 我家里设了祠堂了 有牌位了 我在这儿OS设一个 可不可以啊 我将来说是 人家哪儿还有 我又很想设 可以啊 那就说哪个地方好 你的祖先会经常去哪呗 对不对 好吧 不着急 这是儿女的事 由他们去做主 下一个问题是 我家有神主牌 天天都有上香 爸爸不久刚过世 之前在世 他都知道很诚心 拜妈妈祖母 不久前 我太太梦到 过世的爸爸 要抱孙子 但是我们年纪太大了 没办法生了 怎么办 是不是很不孝 以后谁拜他们和我们呢 这个如果真的真的不能生 是什么年龄不能生 主要是太太这一面 如果是绝了天魁了 就是什么叫不来立嫁了 就真的不能生了 如果还有立嫁 你赶紧来找我 好吧 如果是真的还有这个立嫁 无论是四十五还是四十六岁 都有办法让你 只要爸爸有这个愿望 你去立好祖宗祠堂 那都能生到孩子 都有办法 那么如果真的天魁绝了 太太不能生了 那真是没有办法了 那就很遗憾 很遗憾有一个办法 你这辈子赶紧修炼 带着九族都称佛 那就尽大笑了 所以这个还不行 还不行不要紧 你在我们这立的祠堂 就是你没有后代子孙了 你不用担心 我的徒子徒孙要祭祀你的 我们的万幸永世在这 是不分谁 就永远要祭祀人家的 你进了这个堂 永远有人祭祀你的 所以我为什么不指望我而你呢 对不对 我过了一千年以后 还有人祭祀我的 那未必是我的孙子 对不对 我的徒子徒孙 他都必须在这个祠堂里敬我 祠堂里祭祀我 对不对 所以说 那这个就是我们永世祠堂的 所以你花了那一点小钱 管了多少年 什么时间你成佛了 不需要祭祀了 你成佛了自己 无量光都被你带走了 你这个晨间就没有这个 所以你不需要祭祀了 那再来接着那个神主牌 是普渡众生来了 这个道价慈航来了 那不是来享受那点吃的东西来了 所以这个好 这个你就是说 你不用担心 真的没儿女 你就把祖先请到这儿 我们帮你祀 帮你永远地祭祀 OK 好 下一题就是 最近我国宣布将进一步推动撤骨灰在一片指定的土地地藏 我们该如何对这种不如法的做法 这个法不干正 这是跟我们修正法的人要注意的一个大原则 就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 不违反国家的政策法令 这个是要顺从 但是我们未必响应 懂不到 就是别人怎么做跟我没有关系 我不去这样做就对了 我的骨灰绝对不会拿去撒去喂树 为什么 我不会这样做 对不对 实在那个就是说 真正有一天说政府命令 所有的人都必须做 那我只有一条路 死前我不在这死 你就管不着我了 这个你可以做住 全世界现在这么发达了 我找一个可以埋尸的地方死不可以啊 难道你非得规定新加坡人死在国外 也要烧虫灰回来撒掉 我想没这样的政府吧 没有 OK 要有智慧 OK 好 下一题就是 有些人改成信仰基督照后 就不再拜祖先了 这样会影响他们的运气吗 祖先还会保佑他们吗 等于是说 不是祖先小气不想帮你 是没有通道跟你沟通 没有办法 就是应该设的你没设 应该留门的地方你没留门 人家怎么进来帮你啊 所以这个就是不孝 不孝自己把这个线 这个DNA的这个根部的线被你断了 把根砍了 你的树梢能长到什么样 能耐多久 这边你大富大贵 后代子孙也跟着遭殃了 没根了 懂不懂 我把这个树根砍掉了 只剩一个树头 是几天还是茂盛的 甚至一两个月还是茂盛的 但是再过了 因为没有地根了 所以它会不会枯萎啊 这是一定会枯萎的 这个例子你就知道 你把根砍了 从来没有一个宗教 正统宗教 让你坏自己的祖先祠堂 坏自己的神主派 坏自己的祖宗的骨灰尸骨的 有机会我劝你们信基督教 天主教的 一定要去欧洲走走 去在那个天主教 基督教的发言地去走走 去那边看看 人家怎么埋葬自己的祖先的 人家那个坟修的 大理石 对不对 鲜花围绕 哪有听说 把一个祖先的骨挖出来 烧了 撒到江河里的 你们去去看看那个原始的天主教 原始基督教 人家怎么对待自己的祖先的 哪有这样的 把自己的祖先的都弄的 以前叫错骨扬灰 这个是对那个人有绝大的仇恨 我让你死不翻身 永世不得超生 天主教基督教 在最原始的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肉身 死后要保护好自己的肉身 为什么 等待着自己的重生 重生就是你的那个幽精 在骨上的幽精 被自己的灵光收回去 再次获得了永生 不懂实相 乱信仰 被一些邪魔外教 现在打着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道教的名义 欺世道明 欺骗信众的人太多了 你不要乱信 还是好好地去真正的信仰 了解他的实相义 这是很重要的 不要毁了自己的根 不要毁了自己祖先的法脉 不要对不起列祖列宗 做他们喜欢的事 如果你的列祖列宗喜欢这个样子 你跟他沟通好 那他没有怨恨 OK 可以去做 你跟他沟通沟通 这就要你修点神通 能够和他们对话 等你真对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 该怎么做了 好吗 OK 好 下一题就是 家里已经有立了祖先牌位 那如果在万幸祠堂立牌位的话 那家里的牌位应该如何处理 继续保留 可以继续保留 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将来有一天 方便的时候 这边真立了 你把你的那个牌位 我这样还给你少刻一个牌位 你把你的牌位请到这个祠堂来 我帮你合 把那个两个信息 就是我们奉寺的那个 跟你家里奉寺的合 合了以后你再请回去 那你在家里拜 正面的也就可以过去了 有这个通道 好吗 继续保留 好 下一题 如果只立祖先四姓牌位 父母有没有算在内 不在内 刚才讲了 祖先 祖先是爷爷往上的 那下一题 父母不在里面 对 那如果立祖先四姓牌位 自己百年后 是不是可以在四姓牌位里面 到你孙子那一代 你就上去了 明白吗 因为你做祖的时候就上去了 你不做祖的时候就没有你的位 所以这个要搞清楚 好 请问单身人士 可否与兄弟一起共四姓 那杨上写姐弟名字 不可以 不可以一起共四姓 因为其中两姓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你那个要另外独立出来 独立出来 也就是说 你哥哥照样弄他的家族的 你照样弄自己的父母的四姓 跟你单身自己的 就是两个牌位就搞定了 你哥哥那面他需要怎么立 岳父岳母的跟那个 所以你不可能 那个不是你岳父岳母 你怎么立上去 好下一题就是 那请问因为缅甸人 他们没有姓 就是姓氏 那怎么处理 这个就跟英国人都可以立了 缅甸人怎么不可以立 是可以立 这个怎么立呢 如果从我们中文真的不知道 他这个人有名字吧 他也不知道那个什么的名字 就可以写 谁谁谁之 爸爸妈妈 谁谁谁之 岳父岳母 得什么什么这个 这个有善巧方便的方法 好吧 好下一题就是 我的父亲姓张 他的生父姓芳 那我应该怎么处理 生父生母的姓氏 此外 我还要立牌位给姐姐 哥哥和单身的弟弟 那是不是要买六加一牌位 他们可以放在一起吗 这个是这样的 自己的家族应该供的是生父生母 这个跟你们讲清楚 那养父养母 你单独给他 单独立一个牌就可以了 明白吗 养父养母的私信 我单独立一个牌给他 然后这个为什么 我们这里叫永四 就是后代人都可以帮你祭祀 替你去祭祀 不会断 那你这一块呢 一定要恢复自己的本性 本性是为了什么 这个姓氏 大家注意 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不乱 为什么不乱 就是这个五福之内不可以通婚 比方说我张 我姓张 我姓张 我这个爷爷那一代的兄弟姐妹的后人 我都不可以娶来做老婆 这个怎么去辨别 就是你的辈分跟你的祖谱 所以说我娶个姓张的 娶个姓张的女孩 我一定要查他的祖谱 是不是我探爷爷那一代的 五代嘛 我这一代爸爸就是叔叔 叔叔的姑姑的 我都不可以嫁也不可以娶 这是上面一代嘛 对不对 然后如果在爸爸的爸爸那一代 爷爷这一代的 这才三福 就是两代三代人也不可以 再往上的就是也不可以 直到五代内都不可以通婚 你如果不恢复你的这个真性 就是乱套 就是乱套 那五福之内通婚会怎么样 生出残疾儿的概率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因为基因中有一些缺陷 没有办法补齐 所以这是祖先们通过 这个你姓什么 你是哪一辈份的 来这个断定你可否联姻 可否通婚 那目的是什么 这个我们忧生忧郁 人类不会越来越什么 自觉灭亡 所以说我们在农村生活过的都知道 邻村如果同一姓都不可以通婚 我隔壁的村子姓张 我这也姓张 两个村子不通婚的 为什么 基本上都是五福连在一块的 所以是要到外地嫁娶 那这个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恢复自己姓什么 真实的姓氏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那么对得起你后代的子孙 这不是不孝 这也不是对不起自己的养父养母 不是这回事 所以这个要科学地去对待这件事情 好 下一题就是 如果我先买小家族一的配套 就是有三个牌位 那到时候如果需要再加三个牌位 是不是要另外放 还是可以放在一起 可以放在一起 这个我刚才说了 只是说因为你先选 你占那个位置是好的 你再增加三个 你再必须在空的位上 我给你调一个大家族 你可以在那个空的位再选 你不可以我把你旁边别人的牌位搬走 这个明白了 我原来就在这 我在旁边把人家的弄走 我要在这不可以 你那个位可以腾出来 因为你们先选的都是 相对来说都是好的位置 后选的就没有这个好位了 所以是你要搬去别的地方 明白这个道理吗 是可以的 是可以调换的 那这个问题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他们就是问说 如果现在在新加坡设了祖先牌位 以后马来西亚有祭祀堂了 需要搬回来吗 不用搬回来啊 在那给你立一套不就得了吧 我都可以在你家里给你送你一套牌位了 你在那边再多立一套有什么不可以 方便你祭祀吧 那这个在时空场是没有隔阂的 你只要有一套牌位 你不来新加坡祭祀 你在自己家里祭祀一样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就是说 那么你们这有一些是祖先不在新加坡的 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不用担心 我是中国人 我都在这设了 那我祖先在哪呢 也不都在中国大陆吗 这个没有时空的 你们真的要修到那个层次 知道在鬼神界是没有时间空间隔阂的 这个你们慢慢去体验 好吧 那多一问题呢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选我们要的牌位吗 还是是自动化的 就是要跟着 自己选 自己选 这个你先定先得 那些空的牌位 我们不留 就是大家就是你决定了 你自己选位置 只不过工作人员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参考 供你参考 最后决定权是你 当然别人选的你不能去抢 不行我就要这个味 我就这样不要这个味 不行这个没有 别人选走的你无权的用了 OK 好 然后因为有些同学他们可能 已经有定了牌位 然后他们也是问说 是不是在视线范围内的这些牌位 就是价位会比较高 还是有什么分别吗 我们不是这样分别的 我们是分整个区的 所以这个牌位呢 如果从你们 如果懂得历史上的宗词的话 越高辈分的人 他的牌位越在哪里 越在高处 他必须是有层级的 明白吗 所以不是说越低越好 或者在中线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个 但是我们都有分别解解 比方说 这个家族用了六个 我们上面还有四个 那么不是说那四个就比这下面的六个高 是在这六个里面的上面是高的 中间的更高 下面更低 辈分 我们是辈分一辈一辈的 但是不存在整个的这个祠堂里的这个架构说 最高的就是最高的 不是这样的 明白吗 这个叫解解 就是你一个牌位 你放在哪都是一样的 你有辈分的一定是 你的高辈分的在你上面 你在下面 不能平着放 不能横着放 横着放是不如理的 这就显不出辈分 就乱了 辈分了 懂吧 好 下一题就是 在OSS请小家族神主排位 四性包括先生父母的两性 和自己父母的两性 请问可以加我妈妈的养父养母 两性进来放吗 听说不能 会造成争吵不愉快 请老师知道 不会争吵不愉快 这个鬼神界他们很容易沟通 不像人 最难的就是人 这个死心眼 这个他们到了鬼界 他们很有神通 所以是鬼通都有 很容易沟通 没有问题 对 最后一个问题来自马来西亚 就是请问 马来西亚几时会有祭祀堂呢 这个暂时我们不会设立 估计几年之内都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还是尽早在这里先安上位置 那么就是说你马来西亚 包括台湾 包括其他国家的都可以设在这 因为这有24小时有人照顾他 照顾他们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给你一套排位 你可以在家里寄 他们可以瞬间到达你的那个祭祀点 那么等到将来有一天 马来西亚我们在设了 你这里如果是要迁移 搬迁可以迁过去 如果不搬迁 我们在那边另外给你设一套 也是免费的 不再收你的钱 这个是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 那么我们这个祠堂的位置并不是很多 所以是那么看这边的情况 如果真正祠堂一满了 我们就要开始建祠堂二了 所以暂时是在新加坡为主 世界各地的都在这个地方祭祀 就像我是中国人 我不是跑到中国设一个祠堂 一定是在这边设 那么你是马来西亚人 不能够经常性的来 这边有人帮你照顾 你要这个祭祀祖先可以用 我们的那个副牌 在自己的家里 就是不方便 每天安逢 你就放在一个地方 洁净的保管 你需要大日子祭祀同步的话 就把它请出来 在家里 这个是无限连通的 没有时空限制的 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的问题都问得非常好 好 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老师 谢谢老师的教会 谢谢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